西北大学国际学生说专业短视频大赛来了 欢迎你参加本次比赛采访 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农士燕 来自越南 是一名博士生 正在在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共读公共管理专业 你觉得西北大学好吗 好呀 西北大学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在强校如林的西安 是很独特的一所高校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现在西安的很多高校 例如西北政法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 当年都是从西北大学摘分出去独立建校的 是一所文、理、工、管、法、多学科协调发展 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全国重点 综合性大学 你为什么选择公共管理专业 说实话 这也是我的一个冒险的选择 和挑战自我超越的能力 公共管理学院 以公共行政学、社会保障学、公共政策为管理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以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 为核心的五个学科方向 我的研究方向目前选择的是乡村真相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而我是跨专业读博 所以很多专业知识还没掌握好 我会好好努力学习的 你觉得专业课难不难? 一个字,难 对一个留学生来说 专业课是最难的 首先要把汉语学好 有汉语语言的基础才能跟得上 因为上专业课是跟中国学生一起上的 很多门课老师们都用汉语来讲课 并讲的速度也比较快 然后要把专业知识掌握好 才能听懂老师讲的内容 才把专业课学好 而我是跨专业的 所以觉得专业课很难 我也学过了几门专业课 如公共管理前沿理论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公共管理思想史 公共经济研究 政治科学前沿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大数据与公共管理 公共行政研究等专业课 幸好我都通过了 也学到了不少的专业知识 希望能学到有用的东西 借鉴中国这边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国家 汉语课呢 关于汉语课嘛 当然不比专业课难了 我有汉语水平考试 SFK六级证书 所以对汉课课如中国概况 汉语高级听说读写 觉得好一些 老师对您的评价如何 老师们对我的汉语水平 评价比较高 就是得提高专业知识和论文写作水平 我还得抓紧时间 多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学术论文撰写 多看文献 多看书 多写 多练 向导师和同学们好好学习 老师们对留学生也特别照顾 对留学生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 但是我们毕竟是留学生嘛 所以有一些东西不太了解 也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多多指教 你参加过什么活动和比赛吗 在西北大学学习期间 除了在线上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 我也积极参加一些省级市级学校举办的一些比赛 还有汉语桥举办的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 中文演讲比赛 配音比赛等等 我在西北大学2022年中华竞典送读大赛决赛中 获留学生组一等奖 在第四届中华竞典松鞋奖大赛陕西赛区或留学生组三等奖 在2022年西安市第二届越西安越中国奖中国故事演讲比赛 汉语组赴赛中获三等奖 并排在前十名进入总决赛 还有一些比赛获奖名单还没有公告的 谢谢你今天参加我们的采访 也祝你在西北大学学习愉快 学业有成